记者 林鸿吉 张又轩 SNG小组 台中报道 相隔了将近30年之久 彰化鹿港的天后宫 元旦这天再度的封掉了中山路 来举办了宫宴妈祖的2500桌的桌宴 那么并且依照传统的摆设了看桌 要让游客能够大饱眼福 文史工作者就表示了 这个看桌上头不只准备一些生品啦 糕点啦 水果等等的宴景妈祖 还有精巧工艺品以及个人收藏品 能够让所有的游客一次看个够 栩栩如生的米果雕 做成海鲜蔬果动物 各地70美酒统统上桌 还有摆上各式各样化妆品的花粉桌 让妈祖也能漂亮一下 陆港天后宫在这次海天生物会 陆浦新乡 绕境市府平安活动 一本结束后 依照惯例 我们必须要宴请妈祖 今天由我们所有的陆港各个宫庙 以及个人的信众 来公摆这个宴桌 大约有2500桌左右 2500桌从下午三点就得开始摆桌 全场绵延两公里 这么澎湃都是因为彰化陆港天后宫 400年来首度元父嘉义蒲子式配天宫 绕境圆满成功 天后宫和各宫庙以及陆港正名 在元旦这天举办盛大的仇神平安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燕桌 每人美奂 每个每家宫庙使出他们的精华 进出可以让说我们这个传统的 这个燕桌更能更上一层楼 显现我们陆港的工艺 各宫庙和信众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现场丰富的看桌 燕桌和花粉桌珍奇斗艳 毕竟天后宫距离上次燕请妈祖 已经有30年之久 这次规模更是以往 已让造访陆港的上万名游客 打开眼界 记者彰化坐过了 好 中午的1点43分 那么今天下午呢